接著要跟這個談的叫做燃燒 燃燒定義有廣義的定義跟狹義的定義 廣義的定義就是劇烈的化學變化會產生光跟熱 比如說鈉可以在濾氣裡面燃燒 比如說鎂可以在二氧化碳裡面燃燒 但鎂在二氧化碳裡面還是跟羊有關 所以這樣叫做劇烈的化學變化叫做燃燒 國中基本上叫做狹義的定義叫做劇烈的氧化 劇烈的氧化作用跟氧作用然後產生光跟熱 所以燃燒一定是一個放熱的反應 燃燒一定是一個放熱反應會放出光跟熱 所以木材燃燒就是廣義的定義跟狹義的定義 那麼我們在學習這個氧化 是燃燒的氧化嗎 重點就是氧化的一些狀況都會提到它 還有一個這個就是水溶液的酸性跟鹼性 你跟你講過重點在實體的變色 好燃燒有三要素 要有可燃物要有豬燃物要達到燃點 一定要有東西可以燒嘛 你們有一個成語叫做虛股起心有沒有 把那個煙囪磨灌一點然後把那木材拿掉 木材拿掉就是沒有可燃物 沒有可燃物 沒有可燃物 OK 豬燃物有氧性 然後反應點就是燃燒散藥素 學測考過一題跟這個內容有關係 要如何滅火 如何滅火 然後這三個其中的幹掉就滅火了 沒有可燃物就不會燒 沒有豬燃物也燒不起來 溫度不夠高沒有到燃點也燒不起來 所以想辦法把這三個拿掉一個 就可以達到煙火的效果 把煙火的效果 講過了鹹色好問題 內容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有沒有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OK 我們用燃燒法可以檢驗氫氣氧氣跟二氧化碳 親戚我們講話怎麼樣 可燃 然後呢 會有淡蘭社會還有報名聲 我講過如果三年級下學期 與我的實驗技才夠 我會稍微試給各位看 我講一個撲的聲音 撲的聲音 但如果你親戚很多 結果撲的聲音就比較大聲 就會有這種宏偉的雷彬聲 但是如果親戚夠多的話 然後你們淡蘭社會夜裡有報名聲有報名聲 氧氣有出燃性可以使餘性不燃 二氧化碳不可能不出燃 但是我要講 我都講過了 這不是檢驗二氧化碳的方法 氮氣也不可能不出燃 是我告訴你這三瓶裡面 有一瓶氫氣 有一瓶氧氣 有一瓶氧氣 有一瓶二氧化碳 那內瓶不可能不出燃就是二氧化碳 如果單純給你一瓶說 它不可能不出燃 它是二氧化碳 不知道 不一定 它有很多 OK 就是我們教你的用燃燒法來檢驗 氧氣 氧氣 跟二氧化碳